这是大部分人走的路 只要将它向上抬升 直至海拔五千米 你就踏上了另一种路 昆仑山的路 狂风 极寒 雪崩 山裂 将随时爆发毁灭一切 而当你经历了这些 你才能看到这样的限定画面 天梯盘绕 壁湖荡漾 日照金山 一个个村落如同世外桃源 如今 昆仑山内外的国道省道 以及数十条县乡级道路 共同组成了一个四冲八达的昆仑路 这一切是为了什么呢 我们决定与领克EMP家族一起 深入昆仑山海拔最高的段落 西昆仑 寻找答案 昆仑山长达两千五百公里 分为东 中 西 三段 其中西昆仑最高峰 麾下目视塔格峰 龚格尔九别峰 龚格尔峰都以超过七千五百米的身姿 比林而立 号称昆仑三雄 但西昆仑也最为遥远 远到太阳日出时间 比北京晚三个小时 远到与上海广州的直线距离 超过四千公里 远到大部分中国人 甚至都不知道 这里隐藏着怎样的秘境 这是我目前所见 最梦幻 最纯粹的蓝色 人称班迪尔蓝湖 一百公里外 我们还发现了另一片 亲人心脾的蓝 它隐溺在山谷 是一二枪河给每一位旅人的惊喜 而以这两颗蓝宝石为二环的路 名为踏沙古道 非常难走 难道地图导航软件 都只推荐绕路数百公里的方案 因为沿途连续的悬崖峭壁 会随时带来各种碎石 塌方 穿越重重大山 我们终于抵达昆仑山 最深深深深处的杏花秘境 不过 现在并非杏花盛开的季节 虽然我看不到 不代表你们看不到 明年春天将会这样迎接你 在几乎没有植被的大山包围下 生活在这里的塔吉克族 用艳丽的服饰和杏花一道 组成了昆仑山最动人的景象 很难想象 修建和维护这条杏花大道 将付出多大代价 另一条文明全网的公路 会更清晰地揭示背后的真相 盘龙古道 如果一件隐藏大山 你会看得更清楚 在短短30公里的路程里 近折叠了600多个U型弯道 平均每公里20个弯道 海拔出3200米 抖升至4200米 就像一条黑色的巨龙 接下来我们用第一视角 替你走过人生所有万路 练习大师 终于到了 这就是公路尽头的瓦恰乡 2019年 为了山脚的五个村庄 2784位农牧民 能够便利出行 政府在简易公路的基础上 投资修建了这条 千回百转的路 如今村里的小朋友 可以更方便地上学 未来也有机会 去往更远的远方 而昆仑山中 许许多多不知名的公路 都有着同样的目的 在通往未来的道路上 一个也不能少 但这并非昆仑公路的全部 当我们沿着山谷 继续向南穿越昆仑 会碰到另一种路 嗨领克 副驾你好 导航到西藏阿里 好 开始导航吗 开始 它是中国海拔最高的公路之一 是天路中的天路 新疆习惯把山间的丫口 称为达坂 而这条公路 要翻越十多个海拔 四五千米的达坂 这就是新藏公路 新中国成立后 西藏和平解放 但是从阿里地区的 嘎尔县到拉萨 直线距离超过一千公里 如同北京距离上海 为了往阿里地区运输物资 我们需要一条更近的冲道 而从新疆南部 和田或叶城出发到嘎尔 直线距离仅有六百公里 只是中间被昆仑山 和喀拉昆仑山总隔 于是 在百废戴新的年代 驻入大军深入群山 直面打满 到1957年 长达一千多公里的新藏公路 终于建成通车 我现在今在新藏公路 一个海拔五千米的打满上徒步 真的有点喘 让我测下血氧 百分之八十二 正常在平原上 会在百分之九十五以上 这真的有点低了 让我赶紧吸点氧去 可以想见 那些修路 养路 驻入的工人 有多艰难 库地打满险 游四鬼门关 马扎打满间 斗升五千三 黑洽打满旋 九十九道弯 高海拔的冰雪 泥石流 踏方等极限挑战 让许多走过新藏公路的司机 都对这具顺口流深有感触 路越来越难走 而且天色也黑 但是我觉得风险是很高的 第一个风险是天已经黑了 这条路继续往下倒黑才大 难道就没有别的路了吗 哇 是隧道 现在海拔是 两千七百米 海拔已经直线上升到四千六百米 海拔已经达到四千八百五十五米 谁能想到那些令人胆战的打满 居然就这样通过了 2025年6月1日 昆仑一号 二号 三号隧道 相继通车 相当于在冰雪荒山之中 用高等级公路 消灭了打满 这一天 昆仑山南北的人们 等了近七十年 此外 新藏公路还和其他路段一起 组成了一个长达上万公里 沿着中国西部边境 一直延伸的公路长城 国道219 但消灭打满还不够 在昆仑山最高峰脚下的另一条公路 将展示它更大的雄心 这是世界十大险峻公路之一 是唯一连接中国和巴基斯坦的公路 人称中巴迪公路 也是世界上最高 风景最美的公路之一 为什么 因为三座七千五百米以上的飓风 在这里炸堆 因为一点高山 一点水汽 再加一点时间 形成了昆仑山一万多平常公里的冰川 因为冰川融水 在大地上咆哮奔流 如丝带 如发便 又切出巨大的峡谷 因为水流汇聚成湖 居然于白色的沙丘 比铃而居 因为翻越昆仑山后 还有更高的喀拉昆仑山 是的 它如此美丽 但是越美丽 越致命 群山 冰川 峡谷 水流 换个视角 也独作缺氧 高寒 雪崩 泥石流 红水 山体滑坡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 公路修建时 中方不仅修建了本国的部分 还原建了八方的大部分工程 近三万名建设者 奋战十余年 牺牲九百多人 直到一九七九年 终于打穿高山峡谷 跨越一千零三十二公里 连接起中八两国 那时的我们满是伤痕 依然愿为朋友遮风避雨 幕ทำ转移 经营 变击 跌 人 要不让我 有什么东西 是精神 白玉 白玉 黄玉 玉玉 在今天是差不多28天 在明天我回巴西斯坦 在差不多三天待会那个一号再回来 不需要签证 不需要签证 卖东西要付租金吗 没有 就免租的 从那边带东西的空 不在那个包子 装箱里边 就是不多的话买碎的 回家一趟要花多长时间 就是坐车 从这里到巴西斯坦那边 装车了差不多六七个小时 六七个小时 OK 可能还是挺快的 所以有了这条公路之后改变很多 大家交流也很多 是吧 互相了解 互相认识了 是的 这条路承担的使命 不只是国防公路 还是这个时代的丝绸之路 这里是亚欧大陆的十字路口 是中国通向中亚 和通向印度洋的重要通道 古代 张迁从这里走过 法显从这里走过 玄奘也从这里走过 而千年过去 商里如枝 风景如旧 昆仑 从来都是连接世界的昆仑 这就是昆仑山的路 也许这里并没有神话中的玉须宫 没有十二金仙 没有西王母 但却有着中华民族的坚韧 和面向未来的雄心 一步一个脚印 大通群山 连接世界 昆仑山的每一条路 都是见证 十二金仑山的金仑山 十二金仑山的幸福 四十三金仑山 首五金仑山山 二十九五金仑山 现在千年尚当时 他是非泰移 十二金仑山 写生为梦带着剑河 一梦一传歌的坦语 梦带荣 好唱歌